为什么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认知差别会这么大呢? 因为中美两国的人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价值观截然也会不同。 中国人说,现在还有人搞生化实验开发病毒,那你这不是阴谋论是什么? 你居然认为他们故意研究病毒在投毒,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这么恶毒的人呢? 美国人说,Fuck,这事美国政府和美国医药公司天天干。 我们美国人都深受其害,根本就不是新闻,你居然说不可能? 搞生化实验研发病毒,这不是家常便饭吗? 731的研究成果,不就是我们接受的吗? 这案例,数都数不完,一毫一大把。 我就给你说说,这个历史,呃,渊源流长啊。 关注土豆,今儿咱和大家聊聊,辉瑞到底想做什么?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长按点赞,我们接着看。 最近,一段视频在全球互联网上疯狂转发,短时间内超过2000万人观看。 这是一名记者,对辉瑞高管及辉瑞的战略运营和MRNA科学规划研发总监乔登特里士顿沃克的访问。 面对镜头,沃克说,你知道病毒是在不断变异的,所以我们在探讨其中的一件事是,为啥我们不能让病毒自己变异?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专注于预先研发新的疫苗。 接着,沃克谈到了辉瑞关于新冠病毒的变异计划,详述了他们的做法,将病毒植入猴子体内,通过彼此传染,提取更具传染力的病毒,尝试让病毒变得更强。 通过一段时间的取样分析,辉瑞可以让这种变异朝着某些方向发展。 沃克开心地说,不管怎样,变异病毒都将成为一棵摇钱树。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新冠病毒将会是我们的摇钱树。 沃克说得得意忘形,眉飞色舞,突然他发现自己的谈话被偷拍了下来。 沃克吓尿,那是真的崩溃的吓尿。 他高呼餐厅的不愿帮他抓住记者,并抢过记者手中的派的猛烈摔打。 他无法承担这个视频放出去的后果,搞不好他是要人间蒸发的。 在事后,访问记者被证实来自美国一个叫做真相工程的机构, 而辉瑞面对众多的质疑进行回应,只是堂塞地说, 改造病毒也只是为了评估细胞中的抗病毒火性, 并不能否认沃克是他们的高管。 那么根据沃克说的,我们就有绝对的理由相信。 辉瑞正在人为地改造新冠病毒,并希望让病毒越来越强。 在疫情爆发后的三年,病毒不断地变异, 但是病毒的自然变异和人为改造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有六个分支大类无数个变种, 从自然性的变化来看,病毒的毒性在不断地降低, 而辉瑞却希望毒性被改造得更强。 在视频发布之后,辉瑞正式回应之前, 香港李嘉诚大学的医学专家金东燕就很着急地说, 这个视频完全是胡扯的,不能当真。 对于金东燕的所谓辟谣,显然辉瑞并不认可。 辉瑞说,你要洗地,你能不能洗得漂亮点? 这沃克就是我们公司的高管,所有人都知道。 在辉瑞随后的回应中,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认为做病毒的改造是因为以后万一有一天病毒真的变异成我们改造的样子, 那我们的研究不就刚好派上用上了吗? 这不就可以研发针对病毒的疫苗了吗? 在逻辑上来说,辉瑞这个说法其实还真没错, 防患于瑞然嘛, 但你真的让病毒变异成他们改造的样子, 这可能性有多大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要让自然变异和人工改造最后达成吻合, 这几率连万分之一都没有。 而辉瑞呢,却对此投入了巨额的资金。 那辉瑞为什么这么做呢? 那我不是辉瑞,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认为呢,就是这两种可能。 第一呢,就是辉瑞大爱无疆, 把维护人类的安全作为自己的最高市民。 如果病毒自然变异出现毒性加强的状态, 而且恰好就和他所改造的病毒RNA完全一致。 虽然这种几率哪怕只有万分之一, 但是要是真的出现了呢, 那辉瑞不就是可以拯救人类了吗? 但是如果万一病毒没变异呢, 那辉瑞投入的巨额研究资金不就打水漂了? 那我只能说,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辉瑞可能笑了。 所以说, 只要地球和平, 人类健康, 我浪费这点钱它算个啥呀? 看到大家平安地生活在地球上, 我破产了这还叫个事? 记住啊, 我是一个高尚的公司, 一个纯粹的公司, 一个有道德的公司, 一个脱离的低级趣味的公司, 一个有益于全人类的公司。 想必香港的金东燕教授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别问我啊, 我又不是辉瑞的CEO, 我是真的不知道。 那么除了这种可能性, 就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了, 那就是辉瑞高管说的,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新冠病毒将会是我们的邀钱术, 辉瑞呢, 也有可能说, 你打我傻叉啊, 投入资金来搞研发,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如果我研发出高致死率的病毒, 你猜我会怎么做呀? 那你知道我能多挣钱吗? 2021年, 辉瑞凭借新冠疫苗, 拿下369亿元的销售额, 打破药品上市首年销售的纪录, 随后疫苗退去, 批药马上接班, 2022年前三季度, 营收突破170亿美元, 疫苗加上口服药, 这两款单品占营收总额的57%, 辉瑞制药的业务重回了全球第一。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认为, 辉瑞研发加强病毒毒性的两种可能, 那究竟是哪一种更接近于辉瑞的真实想法呢?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人,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啊, 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 在中国很多人看来, 他是天使, 很多中国人都认为, 比尔盖茨是大善人, 是全球最伟大的慈善家, 挣的钱呢, 自己一分不要全都捐了出去, 为了人类的美好生活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纯洁而伟大。 2020年, 疫情爆发时, 在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泼脏水的时候, 比尔盖茨宛如是一个盖世英雄, 他踏着七彩祥云从西方而来, 他一泊云天, 慷慨解囊, 悲天悯人, 割肉未盈, 他专门利人不利己, 很多渠道都说, 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七个亿, 对中国的疫区进行援助, 要陪同中国人民一起打败疫情。 比尔盖茨不仅感动了中国, 还感动了全世界, 尽管从来没有人收到过这笔所谓的捐款, 但是依然不能掩盖比尔盖茨的英雄光辉。 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 他就是恶魔。 他们认为比尔盖茨居心叵测, 阴谋发动了人类清除计划, 蓄意制造病毒并散播到全世界, 然后拿出早就研发好的疫苗来拯救世界, 这样就能名利双收。 但是赚钱并不是比尔盖茨的终极目标, 而是假借注射疫苗向人体植入了芯片, 为了在未来控制全人类。 甚至很多美国人不满, 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推特上对话特朗普, 这样的恶魔为什么还不抓起来, 还让他继续执行自己的阴谋吗? 比尔盖茨所谓的恶魔计划, 在美国有相当大的视察, 美国人对他已经是积怨已久, 不少人认定比尔盖茨早期所谓的 非洲慈善真正的目的, 就是抓黑奴进行人体实验。 最后呢, 美国人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 似乎有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得出了合情合理的结论。 比尔盖茨是路西法的使徒, 为了建立反基督系统, 成为新世界的上帝, 致力于人类清除计划, 彻底摧毁旧秩序, 只留下精英人类。 他调动了一切资源, 开发了这次病毒, 并且在几年前的TD演讲中, 已经精准预言了疫情的爆发。 现在呢, 正是比尔盖茨收网的时候, 他们在研发疫苗里面, 植入了纳米芯片, 跟踪你, 控制你。 比尔盖茨蓄谋已久, 已在非洲人身上做了几十年的实验, 可惜啊, 美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 那为什么两边对比尔盖茨的认知有这么大呢? 因为中美两国的人呢, 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价值观自然也就既然不同。 中国人说, 现在还有人搞生化实验武器开发病毒, 你这不是阴谋论吗? 你居然认为比尔盖茨故意研究病毒,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有这么恶毒的人呢? 美国人说, Fuck, 那这事美国政府和美国医药公司的天天干, 你居然说不可能? 搞生化实验研发病毒, 这不是家常便饭吗? 731的研究成果, 不就是我们接受的吗? 这案例, 数都数不完, 一毫一大把。 我给你说说, 这历史, 哎呀, 远远流长啊。 1932年到1972年, 长达40年的时间里, 美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以免费治疗霉毒为名, 以亚拉巴马州400名非洲裔男子当作试验对象, 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塔斯基级霉毒试验。 1946年到1948年为测试青霉素治疗性病的有效性, 美国政府机构研究人员在威地马拉利用妓女感染监狱囚犯, 精神病患者和威地马拉士兵导致700人被感染。 这搞着搞着, 美国人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 那我干嘛要在海外搞病毒试验呢? 太麻烦了, 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搞呢? 这效率就要快多了, 而且光用外国人不用美国人, 这不是种族歧视吗? 说不过去呀。 于是呢, 从二战之后开始, 美国开始多快好省的上项目, 也懒得跑到非洲或者中美洲去, 就在自己家里搞。 最开始呢, 是选择在军队里面搞, 人多省钱测试速度还快。 1950年, 中央情报局发起了蓝鸟计划, 之后更名为杨记计划。 1952年1月, 一份备忘录中描述, 此项计划的目的是, 我们是否能让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志, 服从我们的命令, 甚至违背自然基本定律, 比如保全自身。 该计划在人体受试者上研究了催眠的使用, 强制使用马飞成瘾, 之后强制戒除和使用其他物质, 其他方法, 换健忘症及其他脆弱状态。 为了研究, 可否让个人无论是否愿意而提取信息的技术, 蓝鸟计划研究人员实现了多种心理药物, 包括LSD、 海洛因、 大麻、 骨科检、 PCP、 麦斯卡林和迷。 在马里兰州的爱奇武的兵工厂, 蓝鸟计划研究人员在没有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 给7000名美军士兵服用了LSD, 造成超过1000名士兵得了多种精神病, 包括抑郁症和艰险, 部分人甚至试图自杀。 后面美国人搞人体实验觉得, 在军队里搞样本实在是有限, 就直接放开了, 针对美国普通民众, 逮到谁那就是谁, 直接在城市里大规模地搞。 1956年和1957年, 美军在萨凡纳和佛罗里达州艾文帕克的城市中心, 进行了一些生物武器实验。 实验中, 军队生物武器研究人员释放了百万只感染的蚊子, 到了两个阵子, 为了测试昆虫是否会传播黄热病和登革热。 数百名居民感染了多种疾病, 包括发烧、呼吸系统疾病、 死胎、脑炎和伤寒症。 军队研究人员, 装作公共卫生工作者, 向受害者拍照和进行药物实验, 大量的平民因此项实验而死亡。 从此之后, 美国军方开始大规模地搞生化实验, 尽管在全球有200多个实验室, 但是根据就禁原则, 美国一般都自己在家里面搞。 在1977年, 参议院在生化武器实验厅证会上, 军方公布了过去这些年的实验记录。 从1949年到1969年间, 军方总共进行了 239次露天的生物实验。 1950年代, 军方的实验人员继续使用之前, 已经出现过致病案的 粘制沙雷氏菌模拟生化武器, 在巴拿马城和佛罗里达的 基韦斯特做了实验。 1957年到1958年, 军方还在明尼苏达州等美国中西部地区, 使用千格硫化物模拟生化武器, 以图了解这种化学物质在大气中的传播程度。 要知道, 新格硫化物被认定为致癌物质, 并且会对水体产生长期性的不良影响。 美国人那是越搞胆子越大。 1966年时, 美军甚至直接把枯草杆军 释放到纽约地铁系统的隧道中, 是他们研究的一部分。 军方也在芝加哥地铁系统中 进行了类似的实验。 对于美国人来说, 自己的政府搞生化实验, 他们早就是家常变饭了。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只是科幻小说和电影中出现的桥段。 目前, 美国军方在全球25个国家 设立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从事危险病菌等生物武器的研究开发。 要知道, 作为世界头好的科技和军事强国, 美国是唯一一个 迄今为止仍在极力阻挠 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 2020年, 赵立坚要求美国就生化实验室进行调查, 全球都认为很有必要, 但是在中国国内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认为 赵立坚是在无中生有。 2022年, 俄罗斯拿到了美国在乌克兰研发的病毒确凿证据, 要美国给个交代。 美国说, 我交代个屁呀, 有本事你打到华盛顿来。 可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就和皇帝的金橱的故事一样, 因为人们的认知被自己的具体生活所限制。 中国人不认为会有这么歹毒的计划, 但是, 在中国之外的全球几乎都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中国人是最不了解美国人的, 因为全球到处都是美国的驻军, 但是中国找不到。 对于德国、 日本、 韩国、 美国驻军就在他们国家, 他们天天过条马路就可以见到活的美军。 中国人呢, 只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美军。 比如在韩国, 民众对此是完全不怀疑。 2015年5月22日, 韩国空军基地意外收到了美国犹他州军事实验室的包裹。 韩国人还以为是美国人送来的巧克力呢? 打开一看, 吓出了一身冷汗, 收到的是碳狙杆菌的样本。 碳狙杆菌是最危险的细菌之一, 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染, 扩散性极强。 一旦侵入体内经过潜伏期, 就会迅速制造出破坏体内组织细胞的毒素。 仅12天就会导致70%到80%的感染者死亡。 碳狙杆菌的包子可以在空气中传播, 杀伤力极大。 仅仅一刻就能造成百万人的喪争。 随后, 事情被追查曝光。 驻韩美军在首尔、 釜山、 乌山、 群山、 四处驻美军事基地都建有生化武器实验室。 美国在送生化病毒样本的时候, 使用的是商业五流。 本来送到首尔美军生化实验室的样品, 送到了韩国军方手中。 而随之, 是美国的朱比特计划被揭露了出来。 朱比特计划项目的第一阶段, 就是利用检查装置、 分析、 碳菊或者A型肉毒杆菌、 毒素等细菌和毒素的标本。 在发生生化战争46小时内, 迅速分析毒素成分, 并将结果迅速与有关部门共享, 从而增强驻韩美军的战斗力。 朱比特计划涉及的病毒样本中, 叫做A型肉毒杆菌毒素的病毒, 是一种高效价的剧毒物质, 其毒性可达碳菊菌的十万倍。 在生化战场, 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化学战机。 其实美国人这样干都习惯, 送错就送错了, 反正美国在全球搞生化实验室公开的秘密, 他们根本不当一回事。 美国副国防部长沃克承认, 美军曾向全球51个实验室, 误送了可能含有活性探局杆菌的样本。 而韩国国防部官员上月30日说,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已经向韩国致歉, 承诺将防止活性探局杆菌误送事件再次发生。 看到没, 美国都送错51个实验室的病毒样本了, 基本上天下人都知道了,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美国的承诺居然是我以后再也不送错了, 但是实验呢还是要搞就在你们韩国搞, 就好比我在大街上杀了人, 完事后记者采访我, 我向公众道歉说, 哎呀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我向大家成个诺, 以后啊我一定认准了人再杀。 杀人没错, 错在认错人了, 什么叫彪悍的人生, 不需要解释了吧? 全球基本上都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生化实验室, 他们都知道美国在干什么, 韩国多次进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要求美国关闭生化实验室, 美国人呢他是该吃吃该喝喝, 根本不当一回事, 你爱咋咋地? 这还别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病毒实验室, 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呢? 韩国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李章希在统一新闻发表的一篇名为, 驻韩美军碳疾病毒生化武器实验室现在到了该关闭时候的专栏文章, 文中说, 驻韩美军在韩国设立了四所碳疾军生化武器实验室, 这些生化武器的可怕程度远远超过当前的新冠病毒。 这位教授说, 碳疾军被美国疾控中心确定为一级危险的生物武器, 美国在韩国的生化实验室将对韩国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隐患。 但是到今天, 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年了, 美军在韩国的病毒实验室还是开的好好的。 美军是个什么存在, 韩国人当然清楚, 他们在去年大闹釜山街头声动地给韩国人民做了展示, 但是呢,韩国人是吃过见过的, 见多识广的, 那中国哪能找到美军基地呀? 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 其实在75年前是有过的, 仅在1945年10月到1947年9月, 驻扎天津的美军造成重大车祸, 故意杀人, 抢劫, 强奸, 捣毁财务等犯罪案件365起, 导致中国民众死亡, 重伤达2000余人。 但自从被赶出大堵后, 中国人民已经看不到活着的美军了, 能看到的就是在读者《青年文摘》和好莱坞的电影上。 在电影中, 美军忙着拯救世界, 解救全世界的人民于水火, 连条狗都能拯救出来, 这简直是正义的使者, 没有他们这地球可能都不存在了。 在这些美国大片中, 狙击手宁愿自己被打死, 也要保护阿富汗的儿童, 他们简直是最善良的一群人了。 那还会去搞病毒实验吗? 怎么可能呢? 所以, 这就是比尔盖茨事件中中美两国人民在认知上的根本差异。 在美国人看来, 搞病毒实验本来就是家常便饭, 根本算不得什么新鲜事。 但是在中国看来, 却是十恶不赦的恶魔行径。 美国人认为, 比尔盖茨在搞神话实验, 就如同他们认为明星直播带货时居然抽烟了, 人家抽了就抽了, 你还以为是枪毙的罪过吗?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 因为被保护得太好了, 所以这个世界那是无比的美好。 中国人觉得, 比尔盖茨做慈善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在美国人看来是天方夜谭, 是因为我们和美国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所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呢, 是你比尔盖茨为什么远驻欧洲, 他所谓的免费给非洲人看病, 到底是什么目的? 美国人他瞄得都看不起病了, 你还给非洲人看病, 糊弄谁呢? 那你可能会问了, 比尔盖茨先后裸捐了28次, 每次裸的时候, 恨不得把毛都刮干净了, 连个绿巾他都不裹。 比尔盖茨身价1277亿美元, 累计捐献2762亿美元, 这比尔盖茨他能不伟大? 美国人说, 你当我傻呀, 他总共有1277亿, 捐了2762亿, 那现在应该欠1485亿呀, 那你比尔盖茨不就是美国最穷的人吗? 你他娘子怎么还住着40个足球场大的豪宅呀? 我再穷, 那我身上也有600美元呢, 那凭什么住豪宅的不是我呀? 美国人说, 在我们这边开个公司能叫慈善基金, 难道叫慈善基金他就做善事了? 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总统, 那他就是总统了吗? 很多中国人呢, 是喝鸡汤长大的, 需要很强的免疫力, 那美国人呢, 是在枪战中长大的, 思维长出的多, 所以美国人的质疑合情合理, 你比尔盖茨那么关心疫情, 那么关心疫苗, 无视献殷勤, 飞奸即盗啊, 你到底有什么图谋? 你是不是要用疫苗控制全人类呀? 美国人还说, 他还大扇人个锤子啊, 难道你不知道比尔盖茨的201演习吗? 那不知道美国的赤色传染推演吗? 这病毒不是他搞的能谁搞的呀? 哎呀, 其实说了这么多吧, 辉瑞在开发更强大的病毒, 他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美国人看来很简单, 那不就是开发病毒然后投毒, 那不就是为了中钱吗? 但是香港的病毒专家, 他已经不干了, 说你们怎么能把人心想得这么恶毒呢? 那视频呢, 全是扯淡, 其实吧, 你辉瑞到底是大爱无疆, 还是人心险恶? 咱也不知道, 那反正去年的时候, 有读者问我, 辉瑞神药有没有用? 哎, 我说, 人家全球200多个病毒实验室, 这病毒他们能不熟悉吗? 你说有没有用? 我也不想冤枉了他, 说不定他们的CEO啊, 就真的是纯洁善良的天使, 我们呢, 怎么能冤枉好人呢? 关于辉瑞事件, 也就是辉瑞高管, 没飞色舞的说要强化病毒, 那以后就是摇钱术, 原文题目叫, 聊聊辉瑞, 刚发出来, 很多人急得不得了了, 在留言板告诉我, 这视频是假的, 都是谣言, 你被骗了, 那这到底是不是假的呢? 我本来明天有主题要写的, 看了留言实在是忍不住, 临时写下这篇稿子, 题目叫, 用贱人的标准来要求美国, 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中国, 很多人看了之后, 是上蹿下跳鸡头白脸的, 那今天不写这篇, 我晚上气得呀, 觉都睡不好, 此视频出来后呢, 在全球互联网上快速传播超过2000万的播放, 由于影响巨大, 美国的参议员都要求, 辉瑞必须给出个说法, 那现在, 你告诉我视频是假的, 而辉瑞呢, 在1月27日, 官方紧急做了说明, 原文截图如下, 首先要你要注意, 辉瑞做的是说明, 而非辟谣,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谣言, 因为沃克呀, 他实实在在的就是辉瑞的部门研发总监, 那这怎么能算谣言呢? 那辉瑞是怎么做说明的呢? 辉瑞说, 我并没有进行功能获得或定向进化研究, 但是辉瑞呢, 也并没有否认沃克视频中所谈到的研究, 即正在人为的改造新冠病毒, 尝试让病毒变得更强, 我们知道, 绝大多数的病毒实验室, 其实都是用计算机模拟病毒变异, 来对未来进行研判, 而辉瑞自己澄清说在少数情况下, 当完整病毒不包含任何已知功能获得突变性时, 可以对此类病毒进行工程改造, 以评估细胞中的抗病毒活性, 也就是说辉瑞它并不是在模拟, 而是承认在事实上改造完整的病毒, 这项研究的成本那是极高的, 如果改造出来的病毒, 未来自然界却没有这样的变异, 那辉瑞想做什么呢? 我昨天说得很清楚, 我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究竟是大碍无疆拯救人类, 还是憋着什么别的坏心思, 那就看辉瑞的道德了, 当然, 我个人希望它是道德的楷模呀, 我就不说昨天列举的那些事实, 美国生化实验室是罪恶累累, 那就说美国接收731部队的研究成果, 1951年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 在朝鲜战场上投毒, 这事儿我们是领教过的, 美国在全球有200多家病毒生化实验室, 那究竟是为了造福人类, 还是为了制造灾难, 大家心里都有说, 很多人认为, 我列举的视频是伪造的, 因为国内的某些大V, 现在已经急得上蹿下跳, 说我们上当了, 说这视频肯定是假的, 真有你们的呀, 人家东家都承认了, 你还在这死成喜地呢, 你到底急个什么呀, 2020年美国污蔑中国的时候, 你怎么没急呀, 我也看了留言说某些大V的说法, 他们是怎么判定视频是伪造的呢, 列举的唯一证据就是说, 发布视频的机构, 即真相工程是一个反华组织, 这就是他们所谓唯一的证据, 反华组织啊, 那做的视频当然是伪造的, 是吗, 我乐个去呀, 你还能再给我个不靠谱的理由吗, 我就想问, 昂萨的组织和媒体, 它有几个是不犯华的呀, 你找出几个我看看, 华盛顿邮报, BBC, 路透社, 脸书推特, 那昂萨媒体或者平台, 都是亲华的不成吗, 他们谁不是老双标啊, 哪个没造谣污蔑过中国呀, 那他们所有的照片和信息, 是不是都不能引用啊, 他们之间狗咬狗, 撕扯出的内部丑闻, 我就不能传播了吗, 那全部都要等国内媒体去实地采访吗, 现在的欧美国际新闻呢, 很多都是反华媒体先报出来的, 难道就全都是假的吗, 那我就问了, 反华媒体说, 2022年美国大选, 拜登当选总统, 那这就是谣言吗, 反华媒体说, 俄乌战争打起来了, 难道说的都是骗我的吗, 你还能给我找点不靠谱的理由吗, 看看那些所谓的大V, 一脸担忧地给辉瑞辟谣, 我就想说, 在舆论战场这件事情上, 请不要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中国, 用贱人的标准去要求美国, 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美国在全球说中国制造的病毒, 有一点点证据吗, 他没有, 他美国怎么就可以空口白牙的造谣呢, 啊, 我们现在对德特里克堡的相关证据还不够充分吗, 从美国200多家病毒生化实验室, 到俄罗斯拿到了证据, 再到2019年开始, 美国出现一系列的异常, 到2011演习和赤色传染推演, 这事情谁干的, 心里没点数吗, 现在还说证据不充分, 就你妈美国没亲口承认呗, 俄罗斯在联合国要求调查, 美国就是不同意, 那美国说, 有本事你打到华盛顿来, 否则我就是不承认, 美国你就可以捕风捉影的瞎说, 那现在全球都看到灰瑞员工的视频了, 还不能说吗, 灰瑞高管那是眉飞色舞的说呀, 不管怎么样, 变异病毒都将成为一棵摇签树,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新冠病毒将会是我们的摇签树, 沃克说了这句话, 这是事实, 他们都不急, 那我把这句话陈述一遍, 让他们急得上蹿下跳, 鸡头白脸的要给美国辩护, 这是干嘛呢, 合着美国什么都能说, 不需要任何证据, 那我妈的证据都到手了, 还是不让吭声吗, 裤子脱了, 桌奸在床了, 照片也拍了, 视频也录了, 合着只要他不承认, 他就是无辜的, 这得比纽约时报还老双标啊, 现在你让美国承认,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我原来也写过, 没有十个以上的航母编队, 这事儿啊, 你就别想有什么公道, 但我总得骂几句吧, 那很多人得多见多急, 才给美国人洗衣了, 哎呀, 我又想起来, 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英国要搞群体免疫, 当时病毒的致死性很强很强, 英国公然要这样搞还说出来, 那全球媒体实在找不到洗衣的理由, 对鲍里斯口诛笔罚, 这个时候呢, 非有个国内媒体跳出来说, 这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 这么屁派的, 连他们昂萨媒体都要砍兔了, 昂萨媒体说, 那我们虽然不要脸啊, 但是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我看了还能说啥, 我只能说呀, 太他妈贱了,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 下期继续, 不可以再帮忙, 我们下期继续, 这次回答案不提供的结果, 这次回答案不提供了, 这次回答案不提供吗? 不可以再继续, 这次回答案不提供了,